第一點當然 作為這個聿好委員 我們在第一線跟他交通 感受是特別深刻的 尤其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一個 程序性的違法 那程序性重大 瑕疵甚至已經到了違憲的程度 以大灣499的標準 這程序性已經違憲 那程序性違憲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沒收整個國會 沒收民主 沒收討論 沒收委員會 沒收協商 那30年來從沒有發生過了 佔領主義一台 用一手表決 這不是違憲 這不算是違憲 第二個 當然這裡面我要特別點出 韓國醫院長以及卓范來秘書長 必須負擔很大的責任 我在這裡要強調 韓國醫院長以及卓范來秘書長 必須負擔很大的責任 他們有權利也有能力 來防止這個行為 必須走下去 擰壓過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然是實體性的問題 南白合作可憲亂症 所以只有一錢獨大 侵害到司法前 侵害行政前 乃至於總統的權利 才會發生歷史上第一次的事件齊發 我們希望這個是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所以在這裡我們由於遺憾 我們一路上看到 南白乃至於他們的學者 只有共同做一個事情而已 烏美大好官 攻擊大好官 挑戰大好官 甚至恐嚇大好官 甚至要三解一算 這些行為 這些行為 就像黑道行為一樣 難道這個是 我們要的民主嗎 請大家好好思考 為今天的憲法庭的宣判 一整天 我們是非常 期待這個地方 能夠來捍衛 台湾的民主 讓台湾的光榮和家豪 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這是歷史性的責任 舉手表決啊 是立法院議事規則35條第一項授權主席 他可以採取的合法的表決方式 那在這一次 國會改革審議的法案當中 韓國瑜院長也是依法 在民主進步黨暴力鬧場 以及偷走別人表決卡 這種不堪的行為發生了以後 他才依法授權採用的 舉手表決的方式 那對於民主進步黨這一次 在所謂的憲法法庭的程序當中 竟然提出了他們過去 自己從來沒有主張過的 舉手表決是違憲 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我們是事實上是齊齊的 以為非常的荒謬 那更何況是 如果按照民主進步黨 在這一次憲法法庭陳述當中 他們所主張的 所謂的表決器 記名表決這一件事情 已經成為了憲政慣例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理解 當初我們在 修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把追任總統緊急命令的權限 我們明文的把它從 吳紀明的投票 改成紀明的投票 怎麼一直在號稱 公開透明的民主進步黨黨團 針對追任總統緊急命令的 吳紀明的投票 把它改成紀明的投票 這個法案 他們竟然會抱持了反對的立場呢 所以民主進步黨 到底認不認為說 紀明的投票跟吳紀明的投票 在目前的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當中 他們所採取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不斷的前後矛盾 不斷的自打臉 讓人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我覺得在這一次 憲法法庭當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要建立一個 非常重要的憲法原則 那個非常重要的憲法原則 就是台灣 絕對不能夠繼續 淪為一個綠能 你不能的雙標 如果繼續淪為綠能 你不能的雙標 這個才是對於台灣 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 最大的傷害 我們國民黨這邊的立場 認為說 既然舉手表決 它是屬於意識規則裡面 表決的一種方式 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懂得尊重 相關的意識規則 而不是自己自創理論 認為這個部分 有違憲或違法之餘 我們希望民主進步黨 如果認為職能行為 有違憲或違法 那建議他們可以提出修法 但在修法通過之前 請一律依照 議事規則辦理 立法院應該是一個 尊重法律的地方 而不是尊重黨議的地方 吳委員可不可以幫我們講 一些調查權的部分 翁委員可不可以幫我們講 這件案子應該不受理的原因 好 那有關於這件案子 本方主張不受理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它是規範立法院如何去行使職權 而與監察院總統行政院等等是無關的 那麼再說就是就立法院民進黨黨團 他們這次提出釋憲 也違反了這個少數立委申請釋憲的原則 因為他們其實在這次的很多的條文裡面 他們是依照 我們是依照民進黨黨團的再修正鬥議所通過的 也就是他們也是贊成裡面的很多的條文 那麼這個部分他們又提出反對 所以他們原來是贊成現在又提出反對 這個本來就已經是違反了禁反言的原則 那麼再說就是他們也可以嘗試 先透過修法的方式來解決認為不合理的條文 但是在還沒有窮盡所有的手段 沒有去盡力的嘗試先提出修法 那麼就進行提起憲法訴訟 這個也是不符合現在憲法訴訟法的規定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粘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